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它们受环境的一个因素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泡打粉它是不怎么受温度还有湿度的一个影响 而酵母是需要外界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配合才能够发酵 如果天气寒冷的话它就更难发气 然后还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区别 泡打粉它是属于化学喷风剂 所以它里面是含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的 所以并不建议小孩老人还有孕妇使用 而酵母它是成分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健康的 是不挑人群 所以呢这些就是泡打粉和酵母的一个区别了 然后再来讲比较安全健康的一个月